对于武党明星使用替身演员的问题,影迷当中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支持者认为,明星在拍摄高难度动作时使用替身,保护自己理所应当。 反对者则认为武党明星使用替身是弄虚作假的行为。 其实个人认为,武党明星使用替身无可厚非,有时候也未必是武党明星主动要使用替身。 有的是制片方的建议,毕竟一个主演明星受伤,对影片在商业上影响会很大。 所以即使拍电影玩命如成龙,偶尔也会使用替身。 钱佳乐秀采之前介绍了替身演员出身的钱佳乐,早年常在成龙、红金宝等人的电影里担任替身演员。 而现在的钱佳乐,差不多已经混成香港第一舞址了。 近些年的港产大片《使徒刑者》、《寒战二风暴》《新宿事件》等,都是钱佳班担任动作和特技设计的。 今天这里要介绍的是另一个替身演员熊欣欣。 他曾在众多电影里,是李连杰的专门替身,成龙玩命中熊欣欣是内地的广西人,从十多岁开始习武,武术底子过硬。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和拍片风潮中,被当时的著名导演刘家良发掘,从此进入电影行业,主要给一些明星当替身。 徐克在拍摄《黄飞红》时,找来跟李连杰体型差不多的熊欣欣给李连杰当替身。 因为发挥出色,熊欣欣受到徐克的赏识,开启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可以说赵文卓和熊欣欣是徐克在九十年代,最赏识的两位内地演员。 黄飞红到达是邱建国李连杰和熊欣欣第一次在荧幕上合作正式在黄飞红里。 熊欣欣除了给李连杰当替身外,还在片中饰演一个反派打手,存在感很差。 但到了第二部《男儿》当自详时,熊欣欣已经身格为九宫道人,这已经算是影片中的第二反派了。 跟李连杰有过正面交手,真正让熊欣欣成名的,是他和李连杰的第三次合作。 徐克在第三部黄飞红电影《狮王争霸》里,为熊欣欣量身定制了鬼角七这个角色。 片中的熊欣欣展现了一流的功夫。 他跟李连杰有一场城门下的运动战。 熊欣欣将鬼角七猛打猛冲,不怕死的个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狮王争霸》里,鬼角七后来被黄飞红收尾徒弟,而这场收徒大戏发生在雨天,鬼角七腿部受伤,绝望地躺在雨中。 黄飞红过去搀扶他时,被他抽了好几个嘴巴子。 据熊欣欣后来回忆,当时拍这场戏时,为了追求真实感,他是真的用力在抽李连杰。 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熊欣欣和李连杰的交情,以及李连杰在拍电影时的敬业程度。 熊欣欣和李连杰的第四次合作,是在黑小李。 这也是一部徐克兼制的作品。 不过在本片中,熊欣欣只是一个反派小头目。 好像是黄秋生的手下,戏份不多,没什么一展身手的机会。 熊欣欣跟李连杰的最后一次合作,是在李连杰的最后一部黄飞红电影《西域雄诗》里。 本片由红金宝导演徐克兼制,影片故事发生在美国。 黄飞红带着十三遗和鬼角七,去美国看望牙擦苏开设的保之灵分号。 由于中途遇到变故,黄飞红头部遭到撞击失意。 后来为了让黄飞红恢复记忆,鬼角七自告奋勇,想通过跟黄飞红交流功夫,帮助其找回记忆。 结果被黄飞红打成了猪头,也没能成功。 这段不仅动作设计精彩,喜剧感也很强。 熊欣欣发挥了自己的喜剧天赋。 西域雄诗之后,熊欣欣和李连杰在荧幕上再无合作。 不过熊欣欣在很多次接受采访时,谈到李连杰,言语兼充满敬佩的。 二人的这几次合作,应该都很愉快。